中国的辽宁省沈阳市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中国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 已经扑杀了383头猪 并称疫情已经稳定 不过我农委会评估疫情仍然不明 防疫如临大敌 如果猪只急性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 死亡率百分之百 而目前病毒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而且可以在冷冻猪肉存活长达一千天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养殖户的生猪 发生疫情存栏383头 发病47头死亡47头 目前该起疫情已经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8月3号中国首次确诊有非洲猪瘟疫情 虽然官方宣称疫情已经控制住 但我农委会还是如临大敌 这个20世纪初就出现在肯雅的非洲猪瘟病毒 不会传染给人 但存活能力相当惊人 这个病毒更恐怖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在冷藏的猪肉存活一百天 冷冻的猪肉是一千天 所以它的存活是非常久的 病毒从非洲传染至西欧之后 持续向东传播 近几年病毒一年约往东前进一百公里 本来最多出现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 没想到短短一年就横跨一千公里 入侵中国沈阳 诺卉表示这个病毒比口提疫还要难防堵 由于中国饲养的猪脂占全球一半 非洲猪瘟病毒在中国出现 引起联合国粮农组织高度重视 论会表示已经启动提前部署 要加长边境走私查气 而各航空公司所有厨余 皆以销毁处理 不会流入国内 另外也宣导国内畜牧场人员 切勿前往中国疫区参访 记者里面陈昌伟台北报道